如意如意,顺我心意,快快显灵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恋爱陪跑学姐如意 因为现在是六月底了嘛,毕业季 很多情侣啊就会面临毕业就分手的这个难题 再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 从年初开始有很多大学生啊 可能被迫已经谈了半年的一滴恋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一滴恋的感情维系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那先说一下我自己啊 我本人呢,是有过一滴恋的经历的 而且还不止一段的感情是一滴 所以呢,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在我看来呢,一滴恋的感情维系 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沟通 也许啊,你们身边有一些谈过一滴恋的朋友 会建议你们说要把每天的沟通 做成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就比如说每天晚上八点要发微信啊 又或者说是睡前要连麦啊之类之类的 但是相信我,这真的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你想想看啊,如果每天定时定点定量的去发微信啊 打电话啊,这是不是很像上班啊 难道还需要打个卡吗 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谈恋爱啊 我之所以想要联系你,想要跟你聊天 是因为我想你了,我爱你啊 而不是说我在完成一个任务 那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沟通方式呢 其实啊,这是习惯性的去分享生活 不是说我需要在某一个时间 刻意的去告诉你某一件特定的事情 而是说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都忍不住想要第一时间告诉你 路边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 忍不住拍下来发给你 早晨起来吃了一顿精致的早餐 也想要第一时间告诉你 期待我们能够有一天共同分享早餐 甚至啊,就连刚刚天气下雨了 也想要第一时间告诉你 毕竟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啊 保持你们的分享雨 这样啊,即使短时间内 无法真正的在一起生活 也会让对方感受到 是参与了彼此的生活的 对了,这里还有一个小tip要跟大家说 就是在我们的聊天沟通的时候啊 能发视频的时候就尽量不要打语音 能打语音的时候啊 就尽量不要发文字 能一见三年的时候啊 就尽量不要下次一定 啊,好像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你懂得 那说完了沟通呢 在维系异恋情感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需要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且明确的目标 简单来说啊 就是需要明确你们能够结束异地恋的时间 或者说短期之内真的无法结束这种异地的关系 那么至少要确定一点就是下次见面的时间 因为毕竟有些事情嘛 需要两个人才能一起完成 啊,我说的是两个人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啊 你一个人去的话 超谁的呀 嗯,说正实 为什么明确目标非常重要啊 因为一个确切的时间会让我们对接下来的生活都充满期待 小王子里面啊,狐狸就曾经对小王子说过 如果你下午四点钟来见我 那么我从三点钟开始就会感觉到幸福了 那么对应到我们感情中也是同理啊 如果我能够明确地知道 下个月的31号我能够见到你 那么从现在开始,每一秒我都会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除此之外呢,就是信任感 其实啊,信任在每一段感情中都非常重要 只不过啊,在一滴恋的时候 由于你们彼此之间看不见更摸不着 所以相互间的信任啊,就显得尤为重要 有些毒鸡汤啊,会告诉你 如果说对方没有秒回你的信息 那就说明他不足够爱你 结果呢,真的有些人就会相信这些东西 导致你们之间的吵架啊,矛盾 但如果说啊,你对你一滴的伴侣有足够的信任的话 你就会懂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非常忙的 需要工作呀,需要处理生活上的琐碎呀 没有谁会真的一天24个小时 全时间的在盯着手机去等待着回复你的消息 这里的信任感啊,不仅仅说是你对你异地伴侣的这样一种相信 也包含啊,你对你自己的一种自信 以及你对你们这段关系的一种肯定 所以呢,收起你的患得患失 你的疑心和焦虑 他没有回复你啊,无非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他真的在忙,没有看到 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 第二种情况,他不想回复你 如果你不信是第二种情况 那这段感情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在恋爱情感中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 欢迎给我私信或者留言 听说一见三连的人都有甜甜的爱情了哦 拜拜